HELLO 大家好 我是月子 這次要來分享用鷹嘴豆做的三道料理 鷹嘴豆是俗稱雪梁子 但是我喜歡就來鷹嘴豆了 我平常就很喜歡吃它 這次就來分享三道非常不一樣的 也包含我非常非常喜歡的Vegan鮪魚三明治 所以不多說 我們來看吧 那第一個看到的是左中堂鷹嘴豆配飯 那這一道是受Delicent的啟發影響 我自己調整一下了 那主角就是這個鷹嘴豆煮熟的 那一開始先將鷹嘴豆加一點玉米澱粉 還有醬油 以及一點點的米醋 還有一點白胡椒粉 把它攪拌混合一下 可以的話最後把那個鷹嘴豆的汁裡乾一點啦 然後接著我讓它靜置一下的時候 來切一點花椰菜 還有大蒜跟薑 以及胡蘿蔔 不是胡蘿蔔 是辣椒啦 我想吃胡蘿蔔是不是 然後anyway 接著就把剛剛浸泡的鷹嘴都把它過濾 然後留下剛剛的醬汁不要浪費 把剛剛切好的蒜末跟薑末給丟進來 還有加一些有機蔗糖 帶一點點的醬油 還有番茄醬 沒錯是番茄醬 另外還有一點點的芝麻油 然後就把它們攪拌混合均勻 這個就是開火的時候啦 喔對了我最近買了一個新的板子 就讓這個鍋子也可以用 那我們就在鍋裡面先噴一點油 放入蒜末還有花椰菜 然後把它稍微拌炒了一下 再加一點肉水進鍋子裡面 讓它有一點類似蒸煮的感覺 我覺得這樣子會比較快軟化 接著我們再加入剛剛混合的醬料 然後把它們快速攪拌混合均勻 再加入鷹嘴豆 就把它一樣快速攪拌混合均勻 因為有玉米澱粉的關係 它會有一點開始變濃稠了 然後最後再加入蔥花還有辣椒 混拌一下 這樣子就差不多啦 如果我說我在剪輯影片的時候沒有餓 絕對是騙人的 喔對了 四身記得要先煮好飯 我是用糙米飯 因為我喜歡吃糙米飯 好廢話 然後就把飯盛盤 然後再旁邊加上我們的左中堂鷹嘴豆 這樣聽起來好像很高級的感覺 anyway 然後表面再加一點熟芝麻粒 這樣子就完成啦 你看看你看看這多美麗啊 然後就是想用的時候啦 這道最好趁熱想用 然後它就是鹹嘴豆 有著鷹嘴豆的那種淡淡的豆味 然後加上花芽菜 就吃起來鹹嘴豆 超美味的 強力推薦愛醬牛的朋友們吃這道 現在這這道厲害啦 就是鷹嘴豆鮪魚三明治 沒錯 你也聽錯 但是它沒有鮪魚 它就是餵鮪魚 那這次我要用食物處理機 因為比較快 然後就把鷹嘴豆給倒進去 洋蔥我有事先泡冷水 這樣比較不嗆 最好把洋蔥切碎再加 因為我實在太懶了 接著再加一點黃檸檬汁 紫禁的不要像我一樣丟進去 啊如果不小心丟進去 就要記得整起來 不然裡面就是 會油脂 接著加了一點圓水粉 黑胡椒粉 最好是現磨的 然後加一點點黃芥末醬 我用了這個很特別的黑鹽 它會給它有點類似蛋的那種香氣 然後就用食物處理機 用Pause的方式就是按壓按壓一下 這樣 我喜歡就是比較chunky的質地 所以就像這個樣子 我就覺得差不多了 你也可以再加久一點 這樣會更細 然後接著就加入全植物美乃滋 我是用我唇美全植物裡面的食譜 接著我再加了一點黑胡椒粉 然後就把它們攪拌混合均勻就差不多了 你可以試味道依個人口味再加鹽 接著我們就來準備麵包 烤了兩片麵包 就把剛剛那個鷹嘴豆鮪魚混合物放上去抹平 盡量把它壓實壓緊一點 這樣比較不容易散開來 然後我喜歡加一點番茄醬 再蓋上另外一片麵包 你可以整個直接拿起來吃 但是我為了就是比較方便拿 我把它對切 然後我太懶得走去廚房拿大刀了 所以請就讓我切的實在是很醜 你可以在意自己的喜好搭配一些配料 我在旁邊加了一點點的小沙拉 然後還有一點黃檸檬片 這樣子就是我的午餐 我從小就很喜歡吃鮪魚 然後變成vegan之後 我覺得可能吃不到鮪魚的味道了 但是這個鷹嘴豆三明治 真的讓我覺得很像鮪魚 那希望你們也試試看 那接著這一道 我決定叫它沙沙鷹嘴豆飯 不是沙沙發明的 是因為它裡面加了沙沙醬 然後這個主食是梨麥還有糙米 我是大概三分之二杯的糙米 然後剩下用梨麥填麥 就稍微把它洗一下 像你洗米那樣子 不過因為梨麥很細 所以到的時候最好要注意一下 然後洗了一下之後再加入一杯米的水 一米杯的水 一杯米的水 然後還有沙沙醬 我是第一次用這個牌子 不然我一般是買Costco的 就加了兩大匙的沙沙醬 稍微混拌一下 接著我再加了一點原水粉 還有孜然粉 就大概目測 還有黑胡椒粉 鷹嘴豆 煮熟豆 然後就把它們浸泡15分鐘 之後就拿去電鍋外撥一杯水煮 在等待的時候我出了一點餅乾配甜菜跟鷹嘴豆泥 這我超級愛的 近期心頭愛 電鍋跳出來之後 我們取一個不沾鍋 裡面加一點油 然後放入蒜末洋蔥絲 還有胡蘿蔔條 然後我加了一點點熱水 這樣子比較容易煮軟胡蘿蔔 接著我再加了一點黑胡椒粉 因為我很愛很愛黑胡椒粉 如果你還沒發現的話 然後我們就把電鍋剛剛煮的 梨麥超米鷹嘴豆那個倒進來 攪拌混合 然後讓它繼續煮 所以情況可以再加一點素材高湯或是熱水 就是把米飯跟梨麥煮軟 然後我讓它這樣加蓋燜煮大概3到5分鐘 等到米麥確定熟透就可以了 最後再拌入一些切碎的香菜 它會比較安水 接著就是直接盛盤的時刻啦 你可以是個人的喜好 再添加你喜歡的辣醬或是沙沙醬 或是像我一樣再加一點番茄醬 因為我喜歡讓它有一點甜的味道 然後增加番茄的味道 另外旁邊我放了一點煮熟的青花菜 因為每日不知道多少蔬果 上面我再淋了一點 tahini 還有醬油膏 你知道的 這樣子就完成啦 我原本就很喜歡沙沙醬的味道 就是番茄、洋蔥還有泥麥 這樣加起來味道真的很棒 然後鷹嘴豆是增加整體的口感 也讓它更有飽足感 這也超好吃的 那以上就是這次我要分享的三道 用鷹嘴豆做的主餐料理 希望你們會喜歡 我自己是三道都還蠻喜歡的 但如果一定要推薦一道的話 我強烈試試這個鷹嘴豆味鮪魚三明治 真的很好吃 然後如果你們有其他鷹嘴豆的料理 歡迎在下方留言分享給我 我都想試試看 這次就先講 下次見囉 掰掰 bye